老法师说他刚开始学佛的时候26岁 朱金座老祭司 这位老祭司非常有名 是李秉仁老师的学生 他刚开始学佛的时候他爱打麻将 还没有学佛的时候他爱打麻将 他说他是观世音菩萨度他的 他以前在重庆的时候他当的官当很大 他管财政的 但是那时候他还没有学佛 他说是观世音菩萨度他学佛的 那么打完麻将就半夜要回家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路灯都很暗的 远远才有一盏灯 他就走到一半 他旁边怎么有一个你的 他仔细看他没有脚 他吓了赶快跑 这朱金座老祭司 他跟金库老法师非常好 他介绍了两环式信给金库老法师看 他说那一个泥鬼没有脚 那个泥鬼是观世音菩萨变的 要来度他学佛 因为他是写经济写财政的 他不相信这些东西 后来在台中跟着李炳的老师 他说是学佛 朱金座老祭司 朱金座老祭司 跟张家大师跟金库老祭司 讲了很多这些道理 那时候朱老祭司已经七十一岁 金库老祭司二十六岁 朱金座老祭司读了很多书 看的事情也很多 经历非常丰富 他就跟金库老祭司讲很多故事